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款新的传感器 那么这个传感器是用来测量温度和湿度的 它的名字叫DHT11 首先来看它长得什么样子 这个图圈里标示了它的样子有四个引脚 然后这DHT11它是一个集数字 测量的温度和湿度为一体的一个传感器 那么它既可以测温度又可以测湿度 输出的信号是一个数字信号的 体积是比较小的 而且功耗比较低 传输距离可以达到20米以上 由此可见它的应用范围是比较广 因为它的距离是比较大的 那主要应用领域有什么暖气空调 汽车里边还有温湿度调节器 医疗里边都可以用到它 那对于任何一个传感器 其实首先我们要研究的是它一个分辨率 还有它一个精确度 那么上两个传感器之所以没说 是因为那两个传感器比较简单 而且没有必要去认识它 因为它只有一个单纯的输出 而且那个输出只是有一个高低跌平来表示 那么对于这块精确的测量一个数字的时候 你需要知道它的分辨率 大家要知道什么叫分辨率 比如说我们的尺子 那有的分辨率是一厘米的 那有的分辨率是一毫米的 然后我们小学那会用的一些尺子 它的分辨率都是一毫米的 那如果在工地里边用的那些大的尺子 它的分辨率一般都是厘米的 那甚至如果比如说我们的百度地图里边测量的时候 那它的距离测的时候 最低也是个分辨率是米的 也就是说它的最小单位是什么 那湿度呢是一个1 那么它的单位呢是一个2% 这是一个10度的单位 那温度的分辨率也是1 单位呢是摄氏度 那这个分辨率呢待会我们会用到 它的一个测量跌路 那么它连接起来非常简单 大家看到DHTL刚才在图片里边看到 是有四个引脚的 那么其中有一个引脚留着备用 我们这里边用三个引脚 第一个引脚当然是VCC 第二个GND 那么中间这个的引脚呢 就是它数字输出 然后我们把这个引脚连到我们的MCU上面 就可以生下一个测量 那我们从电路里边可以看到 它用起来呢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来看它的供电引脚 既然叫VCC 那有它的跌压范围是3到5.5V 当我们传感器上电以后呢 要等待一秒 以穿越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那么在这一秒的范围之内呢 你不能发声和指令 因为一开始它有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在第二引脚之间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100纳法的电容 这又来去滤波的 那还有在这个 它的输出引脚这块 可以加一个5K的上纳电阻 采样周期是1秒 那为什么要说采样周期呢 对于这款创卡机 它主要来测量一个精确的温度或者湿度 那么在测量的时候 你要发指令什么时候去采集一次数据 你不可能采集太频繁了 你知道我们的MCU它工作频率是非常高的 那如果你不停的采集呢 那数据是不正确的 这个传感器它的采样周期呢 是1秒 所以将来你发数据的时候 要隔1秒 发一次 或者隔的时间长一点 再发一次 数据传输 那么这个中间这个data引擎道 是用来进行数据传输的 那它传输的时候呢 是一个数字的信号 采用的是单种线的数据架构 一次通讯时间呢 是4毫秒左右 那么它的数据分小数部分 还有整数部分 具体格式 我们来看下面 一次完整的数据传输呢 有40个bit 那么除以8就5个字节 高位在前 那这个高位在前也非常重要 对吧 我们在数据传输的时候 如果是一条线 那一个字节会分8次传输 些传输的高位还是低位 最后关系到 你转换出的数据 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它具体的数据格式呢 是一个8位的温度 8位的湿度整数部分 8位的湿度小数部分 然后再往下 是8位的温度整数部分 再加8位的湿度整数部分 最后一个是8位的胶验核 那么由此我们看出呢 这个温湿度传输器 一次性传输的数据 是有5个字节 那么前面两个呢 是湿度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中间两个字节是温度的 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最后一个字节 是我们的胶验核 那么如果数据传输正确的时候 它的胶验核等于什么 湿度的整数 加上湿度的小数 再加温度的整数 再加湿温度的小数 那就意味着最后一个字节 等于前面4个字节加起来 所得的结果 末8位 那我们知道呢 最后得出的结果 它是一个8位的数据 也就是一个字节 那么前面4个字节加起来呢 可能会超过一个字节 对吧 比如说温度 湿度非常的大 然后最后加起来 会超过一个字节 所以呢 最后取得末8位 那么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它的少数部分 当前呢 是用于扩展 是没有数据的 读出来是一个0 所以最后我们写程序的 现在呢 是不需要读出小数部分的 即使你读 它也是一个0 这一点要注意啊 跟大家来加出一下这块 那么为什么这个小数部分 既然有了 对吧 已经传出来了 它还是个0呢 这个其实跟上面的分辨率 是有关系的 我们看到它的分辨率 就拿温度来说 它分辨率是1摄氏度 那么这个1摄氏度 你能不能读出小数部分呢 读不出来对吧 因为它的分辨率决定了 你的小数部分是读不出来的 所以最后你 即使你取小数部分 也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总结出来 对于这种精确测量的 一些传感器呢 它的输出数据和它的分辨率 关系是非常大的对吧 那它分辨率能分辨到哪一个单位 你就能读出到哪一个单位 对吧 比如说一把尺子 那分辨率是米 你只能读出米来 再往后你读不出来 即使读出来也是不精确的 所以呢 这一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这个传感器呢 它传输数据呢 不是前面两个传感器 简单的输出一个高低电 评定就完事了 那么这个输出的是一个精确的数据 那么既然数据 就涉及到一个时序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时序 当用户MCU 发送一次开始信号以后 那么DHTL就会从一个低功耗模式 切换到高速模式 等待主机的开始信号结束以后 DHTL会发生一个小印信号 然后呢 接着它还送出它的五个字节的数据 那么这个时序呢 和我们以前见到的一些总线呢 大体上是一样的 每一条总线呢 基本都有一个起始位 然后中间是数据位 或者有一个硬达 最后呢 还有一个停止位 那么这个DHTL 它在传逐过数据的一个过程中呢 也不能例外 我们来看第一个图 那么这个第一个图呢 是一个完整的采用过程 可以把这个图片 稍微再给它放大一点 那一次完整的采用过程 首先呢 是一个高电屏 大家可以看到 这高电屏是一个空型状态 那主机首先呢 发送起始信号 大家看它的起始信号是什么 从时序里边能看到 它是一个低列屏 发送完起始信号以后 然后叫总线拉高了 这个黑色呢 代表主机信号 这样标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MCU要释放掉总线 把总线呢 给我们的DHTL1 因为它只有一条总线 单总线的 当我们DHTL1 接收到这个总线以后 会发送一个响应信号 这个响应信号是一个低电屏 然后呢 接着又一个高电屏 那么整个这一段 就是一个响应信号 一高一低的啊 翻过来应该是一低一高的 它的响应信号完了以后呢 就会接着发一个数据 那我们看这个数据发送完以后 最后呢 有一个结束信号 这是个整体的时序 标示了我们DHTL1 它的工作方式 有一个起始信号 低电屏 然后呢 DHTL1的应答 是一个低电屏 然后高电屏 再往后呢 是它的数据部分 数据部分完了以后呢 我们主机可以把总线拉高 那么由于DHTL1 它的这种总线格式呢 不是我们所见到的 什么iPhone C SPI等等 所以我们的MCU里边 也没有专门的控制器 去产生这种总线 那这时候 如果我们要操作DHTL1 就需要一个单门的 单独的GPIO引脚 来详细的控制这个时序 那么如果详细的控制时序 就涉及到一个时阶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起始信号 这个低电屏是多长时间 对吧 然后拉高又是多长时间 这有精确的要求 那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 首先分析第一步 起始信号 那么你要知道起始信号呢 是由我们的主机 也就是你的MCU来发送出来的 那么这个起始信号 首先拉低 至少18毫秒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18毫秒 那么这个18毫秒 你从哪里得到定时器 对吧 或者如果你能做一个精确的延时 从延时里边去找 然后接着是拉高 拉高20到40毫秒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 都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主机的起始信号 然后我们看它的硬打信号 如果起始信号发送完以后 你要释放掉总线 把总线让给DHTL1 那么DHTL1会给你个硬打 我们看它的硬打信号 首先是一个低电瓶 又拉低了 低电瓶是80毫秒 那这个80毫秒 大家看到是一个非常精确的值 就是80毫秒 接着又说拉高 拉高又是一个80毫秒 这是一个硬打信号 那么到此呢 你就可以简单的操作出DHTL1的切版部分 那切版部分怎么操作 首先是主机来发送信号 那这个时候你的GPL应该是一个输出模式 对吧 首先配置成输出 然后将你的L引脚拉低 拉低18毫秒 然后呢 再拉高 20到40毫秒 接着释放掉总线 让给DHTL1 那么如何释放掉总线 那么其实这个过程呢 大家看到 当它释放掉总线以后 DHTL1会发现一个响应信号 那这个时候你的GPL应该配置成一个输入模式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等待它的响应信号 80毫秒低跌屏 接着80毫秒高跌屏 那整个这个过程才算了第一步 完成的第一步 才有后面的数据的传输过程 OK 那么后面数据传输呢 我们不看了 我们直接切换到代码 来看前面的起始信号和硬打信号是如何做出来的 那么现在我切换到我的代码 首先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素质化 这个DHTL1印 那么这个就是将它配置成一个输入模式 首先我们选择一个GPL引脚 那么这里边我选的是PC3 因为这个端口呢 没有人使用掉 大家看到我使用的PC3 然后配置成一个输入模式 那么当你的主机释放掉总线以后呢 总线交给了DHTL1 它要给我们的MCO发送一个数据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输入模式 这是比较简单的 下面这是个输入模式 也是引脚扇对吧 因为它是单总线的 只有引脚PC3 一开始我们要主机向外发送一个型号 所以要配置成一个输入模式 这里边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out输入模式 那么有了这两个模式以后 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的起始信号 那么看代码这些识别 大家应该知道 如果你要发起始信号 你应该把它配置成一个输入模式 对吧 由我们的主机来控制 那么这句话 大家先不用看 我们看这个DHTLout 首先来配置成一个输出 然后你的主机才能发送一个信号 起始信号如果发送 我们对照的我们的时序图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起始信号 首先是拉低 那在你拉低的过程中呢 手学肯定一开始是高的 对吧 从高你才能拉低 那来看我们的代码 手学是高 然后拉低18毫秒 然后呢 再拉高20到40微秒 看我们的代码 是不是这样写的 首先是一个高 然后接着拉低 等于连就拉低了 对吧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延时25毫秒 大于18毫秒 对吧 那是剧图里边要求的 必须大于18毫秒 然后呢 接着又把它拉高了 拉高多长时间 20到40毫秒 这有几个延时 这是延时的40毫秒 对吧 那整个这一段就变成了一个起始信号 那我为什么用这个延时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酷寒数流 带这个延时 它是用精确的定时做出来 其实用C-Stick来做一个延时 所以这个延时呢 是比较精确的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代码 那么上面这一部分呢 是一个起始信号 那么起始信号完了以后 应该是一个印答 在做印答之前 首先主机要释放条组线 把它变成一个输入模式 等待外部的印答 对吧 所以这里边有了一个输入 这是天腰印 变成输入模式 然后我们来等待它的印答 我们知道印答信号呢 是外部把它拉低了 所以这做一个判断 如果这个时候 它还是高 还是1的话 那证明出错了 证明它没有印答 否则我们就等待一个印答 我们大家看这个印答 是怎么印答的 我们知道呢 如果一旦这个一复语句 下来以后呢 那说明了一个什么 说明我们这个DHT印 已经等于0了 对吧 那么等于0就是一个 拉低信号 产生一个印答 所以我们要 等待这个0信号结束 再有个死循环 如果是0的话 一直在等待 那我就不做一精确的 计时80微秒了 因为这个过程呢 其实是已经产生印答了 只要我们的DHT11 将它的总线拉低了 那就是一个印答信号 那么印答信号 出了拉低以后呢 还有一个拉高的过程 所以我们这个拉高的过程 也要等待一个死循环 那么最后这两个死循环 完成了以后 再才说明一个80微秒的低电频 还有一个80微秒的高电频 已经被跨过去了 也就是说一个印答信号 已经结束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数据传输 那么数据传输呢 我们先来看上面这个大的图 那么前半部分呢 是一个起始信号 还有印答信号 后面就是我们的数据 大家看到它这个数据 上面表 表示了一个0一个1 那是怎么传的 那么这两个信号呢 都是以0低电频开始的 对吧 然后接着一个高电频 表示了一个数据 然后又是一个低电频 又是一个高电频 表示了另外一个数据 那所以从这个图 大体上我们来看到呢 不管是你是传输一个0 还是传输一个1 那么都是一个低电频 加高电频来表示的 而且我们看到 两块的低电频 它是一样大的 高电频不一样 那么表示了不同的数据 这个高电频短一点 那就是0 这个高电频长一点 那就是1 那么下面我们来把 上面这一部分放大 来看具体的 什么叫0 对于一位数据来说 首先呢 它是发生了50微秒的低电频 然后再把它拉高 那么这个拉高呢 是一个26到28微秒 这么大的高电频 表示一个0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 同样是一个50微秒 低电频开始 然后呢 拉高的时候 如果是70微秒 那这个过程 表示传输一个1 所以整个在我们这个 数据传输的过程 都是每一个位 都是以两个电频来表示的 一个低一个高 那么高电频的长短呢 表示的我们传输的位 是0还是1 那我们来看我们的代码里面 怎么来表示 那其实呢 在这个代码里面 还是一个输入模式 对吧 因为现在呢 我们的总线呢 是DHT11 来掌握的总线 它要给我们的MCU 来传一个数据 所以对于它的模式呢 现在还是一个输入模式 然后数据传输的时候 一开始 不管传0还是1 都是一个50微秒的低电频 那如果是0的话 高电频是26到28微秒 如果是1的话 是70微秒 我们来看我们的代码 是如何进行操作的 那下面这里边 有一段代码 读一个字节 那我们知道呢 它传输的过程中 是40个位 对吧 5个字节 那我们读的时候 肯定是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来读 那你读出的某一位 那不是一个数据 我们看是如何读的 首先在你读的过程中呢 要确保没有错误 我们知道这个错误呢 是因为没有应答 对吧 那么如果没有应答的话 你就没有必要再读数据了 读也是白读 所以你要确保没有 没有错误 也就是它的应答是正确的 如果正确以后 我们要读出8个位 再看外面是一个循环 8位的 因为一个字节就是8位的 对吧 我们看如何读 首先这个temp呢 它要走一位 那么这个一开始 你是看不出来 它为什么走一位的 往下看 我们来判断 它的数据引脚 是不是等于0 如果等于0的话 我们就要死刑弯 因为我们知道 不管这个数据是0还是1 一开始都是一个低点评 而这个低点评 我们是不用关心的 我们关心的是 它高点评的时间 那所以如果再是一个低点评 我们就等待 把那个50秒的低点评 来跨过去 跨过去 然后呢 我默认这个temp呢 是传出了一个0位 给它加上来了 是一个0 然后接着我们来延时 那么我们延时 我们知道 如果是低点评的话 是26到28V秒 如果是高点评的话 它是70V秒 所以这里边 我加了一个50V秒的延时 那么如果过了这个延时 它还等于1 那说明什么 说明是不是传了一个高点评过来 也是传说中的1 那如果这个时候 如果它不等于1了 那说明 其实它就是一个0 对吧 所以这里边通过这个延时 然后再判断我们的延角 还是不是1 就能知道 你当时传过来 这个数据到底是0还是1 那如果你延时了这么长时间 50V秒以后 它还是一个1 那说明呢 这个数据是1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temp呢 加上一个1 加上一个1以后呢 然后我们还要等待 这个高点评结束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你的数据 表示一个1的话 它是70V秒 这上面呢 延时了几个V秒呢 50个 还有20个V秒 所以我们要把剩下的20个V秒呢 来用个使用 等过去就OK了 等过去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 循环又回来了 那么又回来之后 你就会知道 这个temp为什么要左移位 其实就是把刚才读出的数据 往左边放了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呢 一开始读出的是高位 那在你的代码里边 如果第一次撇掉这一句话 你会知道呢 一开始读出这一位呢 是在temp的最低位放的 那么第二次读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把它左移 那么经过八次读以后呢 是不是第一次读的 就放到最高位对吧 那么最后一次读的 就在最低位 那这样写呢 完全是因为我们的数据传输过程中呢 它的每一个字节 切传的高位 后传的低位 所以每次读完以后 都要左移一位 然后最具体这个是零还是一 要通过判断我们这个高地平持续的时间 超过了这么长时间 那就是一个一 如果没有超过 它还是一个零 那这段代码读起来也是非常好读的 完全照着你的时序来操作 那我们读完一个字节以后呢 这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们整个这个数据传输的过程中呢 它是五个字节 对吧 切伸湿度的高位低位 那么一个是整数部分 一个是小数部分 那么小数部分 我们知道其实没有必要读的 再往下呢 是温度的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最后一个是胶硬核 所以这里边我又写了一个一段代码 这个函数呢 叫readframe 叫一帧一帧的数据来读 我们知道一帧数据 是一个完整的数据 对吧 所以一开始我们来读的 RH 这也是一个湿度的高位 RL是湿度的低位 其实这个RL是没有必要读的 因为现在这一位呢 是一个保留位 它永远是零 所以这段可以去掉 但按照顺序的 我们是歇读的是湿度的整数部分 然后是湿度的小数部分 然后这是温度的整数部分 然后再读你的温度的小数部分 最后我们还要检测一个胶硬核 那么这个胶硬核 我们读出来以后会知道 它等于我们这几位加起来 对吧 那我为什么没有加RL和TL呢 因为这两位呢 其实它就是零 那你加不加也一样啊 那你写上去也是正确的 把它们加起来以后 如果得到的数据 我们看到了语当是一个零X00FF 因为这个数字呢 是一个字节 所以我们还取得第八位 那如果加起来以后呢 这个核还等于你读出来的 那说明你的数据是正确的 如果不等于 那你的数据是错误的 那我们有一个CHK 那所以这里吧 其实产生了两个位 一个是一开始的应答信号 有没有错误 还有最后你的交易核 有没有错误 那这两个如果都有错误的话 那说明你的数据传输 它是有问题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 我们的组代码是如何写的 那组代码就比较简单了 上面的初始化 这都是为了显示一些液晶屏上信息 都必须做的一个初始化 下面我们看到我们是如何测数据的 首先呢是DHTL start 那我们知道这个start 答案书里边包含了70信号 还有应答信号 然后呢我们会有个read frame 读它的一帧数据 读完以后我们会判断一下 有没有错误 如果没有错误呢 我们会把这个数据显示出来 那么这个显示的过程 大家看到我写的一个收刹呢 为什么不用收number呢 我们知道我们LCD里边有个收number 因为这个收number 其实在我们这里边是不太好用的 我们知道我们屏幕上写出的信息呢 基本是一个字符串对吧 那将来如果你做显示的话 一会儿字符串 一会儿数字 其实是有些麻烦的 除了坐标不好 比划还有大小不好测量 对吧 所以我这边用一个收叉 因为你知道你的收数 也是用收叉来做出来的 那对于我们这一个8位的数据 它一个字节 如何取到高位 如何取到低位 我相信大家应该懂吧 除以时 然后再取余数 那就分别取出来这个字节的高位和低位 那有人可能会问你的 这个温度和湿度 如果是一个三位数 100多少 那怎么做呢 我这边还没有考虑了 因为现在我的温度呢 是不会超过100度的 而且我的湿度也不会超过那么大 当然这个做法是不严谨的 现在只是做一个测试啊 总之呢 我们要把这个读出来这个数据啊 转换成一个字符串 其实那现在我转换成一个叉 那这两个叉 组合在一起 其实是一个字符串 大家应该明白 那所以最终你应该做一个函数 去把你的数字转换成一个字符串 然后再打在屏幕上 因为这个字符串还可以和其他的拼起来 比如说我们拼一个当前的温度是多少多少 对吧 那么中间呢 还是一个字符串 所以我们如果把它拼起来 再一次性写的话 这个比较简单 当然如果你非要把它当数字写 也是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只是习惯了把它转成一个字符串 那我们最后来测一下 到底这段代码怎么正确啊 我这里边没有显示这个这里边所谓的低位 就是小数部分 因为小数部分是预留的 所以我也没有必要显示啊 即使你读也读出来是零 大家看我的摄像头 我现在已经将代码启动了 大家看到呢 那么上面这个呢 它是一个湿度啊 上面这个是一个温度 配合你的代码来看 这里边还没有写什么汉字 因为这只是一个测试 把这个模块测试好了 以后我们才能在系统集成那块 将它整体的使用起来 那我们如何知道写的对不对啊 大家看到下面还有一个delay啊 为什么是27毫秒呢 不是50毫秒 10微秒 我已经说了DHT21 它的采集周期是一秒 那所以你采集的时候呢 它的周期呢 不能比一秒再小了 那再小了 它是无法采集的 所以我这两秒采集一次 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那我来弄一杯热水 我们看我们的温度和湿度 会不会发生变化 OK不好意思啊 刚才大家看到数据不正确啊 因为我的摄像头发生了一些问题 我要重启我的摄像头 那么现在我把传感器呢 来放到我的水里边 哦 不是放到水的上面 不能往水里边放 光彩一不留是掉水里边了 所以它的湿度大家看得非常高啊 净水了 大家看到温度呢 是完全变化的 因为现在它在热水的上面了 热水在冒气 那所以它温度在上升 那么湿度不变呢 完全是因为刚才进水了 我一不留谁给弄的进水了 那这个代码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温湿度传感器是可以驱动起来的 而且没有问题 那如果我把传感器拿掉以后呢 它的温度和湿度呢 慢慢会降下来的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温湿度传感器 那在这里边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它的小数部分 是读不出来的 因为这是一个预留位 你即使读它也是个零 然后呢 操作过程中呢 要按照它的时序来操作 这样就不会产生一些奇葩的问题